美容行業做銷售 其實很多人都很害怕 所以我們特意做一些很特別的事 就是建立一些長遠的客戶關係 令到不是一些一次性的銷售 令到店舖更容易管理客戶的關係 令到可以拓展到更長遠的銷售 Muddy Dio是一個SaaS的藥系統 專為美容服務店舖 去管理客戶關係和商業的營運 其中一個技術就是Chatbot的技術 可以直接把我們的預約系統 連接到店舖的Facebook專頁和IG專頁 令到客戶一按就可以做到預約 我們的預約系統都可以用連結方式 在WhatsApp等通訊渠道上 都可以讓客戶做到預約 除此之外,我們後台也有一個CRM系統 收集到客戶的預約數據 銷售頻率等等 令到可以容易分析到原來店舖的營運 是怎樣的 除此之外,我們也有群發推廣信息的功能 令到店舖可以很容易發送回傳訊息 或者優惠信息 讓客戶可以開開心心再回來 和Donna的理念都很遲 我們都想用我們的知識去幫助別人解決問題 Donna在商業和商業方面的能力很出色 我們亦都在技術方面 可以和Donna有一個自己相成的作用 所以我們就開始一起去創業 其實我們最初的想法 就是想幫一些人解決客戶關係的問題 所以我們一開始 也做了很多不同的訊息方法 例如一些 broadcast 或者對一些 Facebook Messenger 的 integration 當我們慢慢去了解到不同行業的時候 就發現美容店會對一個客戶關係 會比較關注 所以我們慢慢就把重心轉到美容店方面 其中一件事我們將會推出 就是一個為消費者而設計的平台 就會推薦適合的美容院和美容店 告訴他們 令到美容店舖可以增加曝光率 但在同時消費者的角度 可以拿到一些很個人的訊息 因為我們都加入了AdWorks Xelerator 我們在台灣其實都探索一些機會 我們接下來都會在兩方面 在香港和台灣都會繼續去找多些客戶 很開心加入了科學員的Incubation Program 我們都很開心 因為有更加多的資助 尤其是在技術層面上高 還有我們可以聘請多些委員 很多的subsidy 令到我們可能拓展市場會更加快 有阿南 打掛來談 是 一定要發揮 一在 一會兒 我們可以學到 いく 一會兒 為什麼